继续来看到花莲县与韩国提川市为姐妹婿 提川市长金昌规抗力前来拜访花莲县长徐真卫 来表达04-03地震的关心以及慰问 那么县长也感谢金市长在地震发生时就第一时间来信慰问 那么徐真卫也邀请金市长蔚来率企团队来访花莲进行交流 期盼花莲县与提川市有更多面向的交流机会 现在徐真卫表示感谢金市长克力前来花莲关心灾后的重建过程 两次自前县长复昆启2012年开启交流 并且在2013年正式签订为姐妹市 去年县府更率领团队前往提川市 持续增进两地的友谊以及合作 期盼未来能够讨论更多两地旅游以及团队的参访 金市长表示去年县长徐真卫率领团队前来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次为了鼓励以及关心县长徐真卫特别来前来花莲 去年县长徐真卫率领团前往韩国姐妹市提川市 并受市长经常会群圣大街欢迎 进一步系列的现地考察与会议交流 让两地姐妹市情与意义更加深刻 透过文化、农业、观光等方面的交流探讨 持续增进两地的友谊及合作 厚制基础推进两地的经济 萌营业、贸易、文化和观光事业的发展 记得转发推到